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九首 尤叉如菩萨 玛尼妙宝观 何悠如坐行 从化光明处 这个第一句 是灵贯的下面两句而说的 就是尤叉如菩萨的宝观 尤叉如菩萨的坐行 这样念的就对了 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菩萨 我们对菩萨可以说并不陌生 而实际上来讲呢 对菩萨确实是很陌生 这是实话 那么说菩萨大家都知道 这是不陌生啊 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也不陌生啊 到底什么叫菩萨呢 而是陌生啊 我们的学习就不得其门而入啊 菩萨这个名称 在梵语里面称作菩提萨图 中国人喜欢简单 把尾音呢都省掉了 菩提只去菩 尾音就不要了 撒陀有个撒陀不要了 所以称菩萨 我们这样称的时候 我们称称习惯了 如果要在这个这个 从前古印度的时候 我们讲菩萨他听不懂啊 你一定要把音很正确的 完全读出来菩提萨图 什么意思呢 古时候啊 把它翻成大道心众生 菩提翻作大道心 撒陀是众生 古时候古印 心意 这个心意啊 玄壮大师 玄壮大师从印度回来 从此于已经的工作 玄壮大师所翻的 成为心意 玄壮大师以前的古语 这个常识我们要懂 玄壮大师把菩提萨图翻作 却有钱 菩提是觉悟啊 沙陀是有勤的主神 明识说于意思 正确的了解 菩萨不是神仙 那有一丝好迷信的色彩啊 到古时候 那个意思是 你只要发了大道心 这个大道心的标准是什么呢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向上 我要跟释迦摩尼佛学习 对下来讲呢 我要把我所学到的 我要教化一切大众 你发这样的心 你就是菩萨 菩萨是人啊 菩萨不是神啊 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 搞明白啊 菩萨有等级 这个是没错的 为什么呢 你学习 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啊 学校有分等级 小学中学大学 在一个学校里头也分等级 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 等级啊 你是菩萨 他也是菩萨 你是哪个等级的 他是哪个等级的 都是菩萨 不一样啊 那么在佛门里面 讲菩萨的时候 有五十一个等级 他也好像分学校啊 是性为的菩萨 是性 性为菩萨 好像是小学 是性上面 是住 设住 好比我们讲的初中 再上去设行 好像是高中 再往上去 是回向 好比是大学 再往上去设地 好比是研究所 他有分的 但是呢 每一个这个阶段呢 他都分十个等级 性为菩萨 十个等级 像学校一样 他一年级到十年级 是故会的菩萨呢 他也有十个等级 他都是十个等级 所以 他等于是五个阶层 每个阶层 有十个等级 最高的那个 叫等级 所以总共五十一个阶级 都称菩萨了 今天里面 我们常常读到菩萨 摩侯萨 摩侯都是凡语 摩侯翻作大 什么叫大菩萨呢 登地的那个菩萨 叫大菩萨 也就是五十一个阶级 最后的 那十一个阶级 最高的 那十一个阶级 称大菩萨 前面四十个阶级都称菩萨 这个要懂 你不能把所有菩萨都看成一样 那你就看错了 我们反腐 真正发了大心 真的向佛学习 佛怎么教我们呢 佛教我们是经典 依照经典来学习 华言诸位可以听 华言没有法子学 境界太高了 听的时候有好处 帮助我们把心量脱开 帮助我们认识 宇宙人生的真相 宇宙人生真相就是多元 今天讲的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的社会 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可以听 学呢 那一定要依照 国国宗派 他们所选修的经论 一门就好 我们进途中 六经 这个是五经一论 一共是六门公库 在六门当中 你随便选一门 多谢 一门深处吧 一生都不改变 一定要依照经典里面的理论 方法 境界去学习 你会有成就啊 有这个缘分 听华言 华言当做你的助修 不是你的主修 像这个学校里面读书 有主修的这个过程 有选修的过程 选修一般的是辅助 辅助啊 做过的 把华言当做 这个辅助的过程 选修过程 那么现在同学当中 我知道 以无量寿经做主修过程 的人很多 非常好 清朝早年 乾隆世间 彭基钦 去死 他就说得很好 他说 无量寿经 就是中本华言 他把华言经 无量寿经 弥陀经 看成一部经 这个看法正确 那么换一句话说 华言经就是大本殿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是中本华言 阿弥陀经是小本华言 经文 长短不一样 里面讲的道理 原理原则 完全相同 所以 寻自无量寿经 作为自己主修的课程 高明 我要不是为了许多 在家出家的同学 至少找我有一二十次 希望我把华言 讲一遍 把这个录像录音 留个后学 做参考 我没有发心 讲这个经 我真正发心 讲什么经 很少人知道 真正喜欢的 发心 想想的 阿弥陀经 要解 欧耶大师的要解 这是我最喜欢的 一部经 分量不多 内容非常丰富 无量寿经 讲了十一遍 报佛祖之恩 多位同学 一定要想的 选择 无量寿经 是智慧的选择 英文深入 不开悟 不学 其他经典 那么我所讲的 这些东西呢 你有空 有时间 可以听 如果到 对境中 对佛法 一丝毫的疑惑 都没有了 实现他的 念佛求生 我讲的 这些经 都可以 不必听 我说 大仙差了 我劝你 都是 豪华了 都是为你 真正成就 作用 一定要 严门深入 这对于菩萨 要认识清楚 菩萨 是我们的学长 释迦牟尼佛的学生 早年的学生 比我们早 我们跟菩萨是同学 先后同学 菩萨 也有资格 做我们的老师 所以我们跟菩萨的关系 很亲密 老师 有尊严 有尊严 不大敢接近他 菩萨呢 比较随便一点 虽是老师 但是也是同学 那么在中国 中国 中国是 崇尚 大臣佛法 大臣佛法呢 这里面 以四大菩萨 做代表 代表 这个大臣佛法 大臣的教训 这四位菩萨 就是中国四大名善 第一位 九华山的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本愿经 我讲过 介绍过 大臣从哪里入门呢 从地藏 所以记住 这个 这个 静业三福里面 跟我们讲的 修学 佛法 接受佛陀教育的 最高的指导原则 静业三福 三条十六句 头一条 孝阳父母 奉思思长 慈心菩萨 修世善业 九十 地藏菩萨本愿经 地藏菩萨本愿经 是讲孝道 孝亲尊死 是讲的这个 如果你会讲 那到处去讲地藏菩萨 讲的什么样呢 不骄傲父母 不尊重老师 你这是假的 你这不是真的 你讲这个菩萨没有功啊 你有罪过 什么罪过呢 拿到这个精 五 父母 欺负 死的 这个罪 重了 哪有这种道理呢 我们 学习的 听经文法的人 要有智慧 去思考 去接受 去 变弊 如理如法 是佛弟子 大夫 传法了 不如理 不如法 魔王的子孙 他来破坏 佛法 把佛法的形象 给破坏 让社会大众 知道 佛法是假的 不是真的 全是骗人的 自欺贱 所以这个故事 很重 地藏 地是新地 藏是宝藏 我们的真心 本性 里面 宝藏 无量 无边 这无量 无边的宝藏 佛法的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 智慧 第二类 德能 第三类 向好 你看世间人 哪个人不习求 这三宝 这真正叫三宝 这个三宝 就是佛法 就是佛法神 智慧 佛宝 自信本具的薄弱 自信本具的德能 法宝 自信本具的向好 三宝 自信三宝 佛教我们 入佛门 要皈依三宝 皈依三宝 主要的是皈依 自信三宝 你一定要懂 这个外面 这个形象上的三宝 也很重要 重要在哪里呢 这个是介绍我们 得到自信三宝 没有外面 形象三宝 的介绍 我们把自信三宝 疏忽了 忘掉了 因此 外面这个形象的三宝 是我们的介绍人 也是我们的恩人 我们得到好处 不能忘记他们 所以对于形象上的三宝 当然就尊重了 礼尽称赞 是必然的道理 知恩报恩 学佛基本的常识 不愧不知道 那么从孝侵 提升 就是 普陀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代表 大慈大悲 中国 这个江泽民主席 讲三个代表 我们大乘佛法 四个代表 地藏代表 孝侵 尊师 观音代表 大慈大悲 这个大慈大悲 是把孝道 孝侵 尊师 扩大 扩大到 整个社会 扩大 扩大到全世界 扩大到 变法界 虚空界 把我们 孝父母 这个心形 敬老师的心形 扩充到对一切众生 大慈大悲 观音代表 慈悲 第三位 古台山的文殊菩萨 代表 智慧 这个非常 重要 孝尽 慈悲 这里面要有 高度的智慧 如果没有智慧呢 那就佛门里面 所说的了 慈悲 多互害啊 方便 出下流啊 那就错了啊 佛法 常说 慈悲为本 方便 为门 一定要 一定要 依靠 文殊菩萨的智慧 所以 用现在的话来讲呢 佛法里面 讲孝敬 讲慈悲 是理智的 不是感情的 感情用事 没有不坏事的 佛法 自始至宗啊 学智慧啊 秦职 那是烦恼啊 烦恼要断啊 转烦恼 为菩提 菩提是智慧啊 这个道理 一定要懂 所以 依文殊的智慧 最后 落实到 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 代表 世界 现在人家 落实 就是把 孝勤 尊思 慈悲 智慧 完全 落实在我们 日常生活当中 落实在 工作里面 落实到 厨师 待人 这就是大乘佛法 这个就是四大菩萨 所代表的 一定要懂啊 四大菩萨 混起来 就是佛了 我们要学 学 孝敬 我学孝敬 我就是 地藏啊 我学慈悲 我能对一切人慈悲 那我就是观音啊 我用智慧 不用感情 我就是文殊啊 我在一切时 一切初 无论是顺境 逆境 我都能够做到 我都能够做到 那就是 菩萨 菩萨 代表 大臣的教育 所以 佛门里面 菩萨很多 不懂得 不懂得 佛法的人 不了解的 认为佛教的 神太多了 都神教 泛神教 这个都神教 泛神教的名称 不好听啊 在宗教里面 高级的宗教 只有一个神 唯一的真神 都神教是 第一级宗教 你看看 把佛教变成宗教 而且变成 第一级宗教 变成了 泛神教 这个 说这些话 人对佛法 完全不懂啊 他不知道 佛教里头 没有讲神的 佛教说神 是说 宇宙的真相 佛教本身里面 没有神 本身里面 有佛 有菩萨 有阿罗汉 这三个 是佛教里面的 学位名称 就像现在 学校里面 学斯 摄斯 波斯 学位的名称 阿罗汉 学斯 菩萨 摄斯 佛陀 波斯 像我们中国 古时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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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举 时代的 静斯 就好像是你们人人都应当拿到波斯学位 这个意思 所以他是学位的名称 不能把意思搞错了 小诚修完毕了 毕业了 见死烦恼断了 这个时候称阿罗汉了 大乘菩萨修修 真正的菩萨 无名破雷屏 明信借信 真正菩萨 在华严经 语言叫粗诸菩萨 真菩萨 实信位呢 实信位是预备的菩萨 像我们念书一样 念预寇 没有上正式的一年级 是在预备 是在预备般的 实信位是在预备般的 剑丝 沉沙 断掉了 无名 断一瓶了 这是真正的菩萨 四身夜瓶 无名 通通断尽了 这是拿到最高的学位了 佛陀 这些总的要清楚 总的要明了 所以在佛法里面 所有一切菩萨 是代表我们的修德 我们的修行 所有祝佛如来 这个形象跟这个名号 代表信德 我们自信本句的德能 无量无边 一个名称没有办法 显示 所以用许许多多的名称 显示 这个德能无量无边 是这个意思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晓得 它是一种教育的 是教学的方便 那用现在的话 是教学的高度艺术表现 你真的搞清楚 搞明白了 这对佛法真的 无体头地 没话说 看看世处世间 所有一切法 确实比不上 这是真的 不接触 不知道啊 接触之后 才搞清楚 搞明白 那不能不尊敬 不能不崇拜 我知敬佛门 就是搞清楚 搞明白了 才进来 我不是迷信进来的 那么这个 永远感谢老师 方东门先生 介绍的 他那时候给我介绍 他是学者 他不是佛教徒 他也不是在家居士 但是他读佛经 他是一位这学家 晚年在大学 完全讲佛经这学 那我从他那里学来的 才知道 哦 这佛教本来灭目 这一接触佛教 很幸运 我就认识 张家大师 张家大师叫我 做什么呢 释迦普 释迦方志 他叫我从真的入门 好啊 都这两本书 就是释迦摩尼佛的专记 用于释迦摩尼佛 真正了解 释迦摩尼佛是什么样的人物 所以用现在的话来讲 我们肯定 释迦摩尼佛 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 要用今天的这个名称来说 他是这样一个身份啊 他本人一身所作所为 那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 义务工作者 了不起啊 一身从事于社会 一无教育啊 教学四十九年 我们在今天里面所看这个记载看到的 他每一天跟大家讲学上课 教学八小时啊 没有星期天 没有休假了 所谓教的内容太丰富了 现在大学 要跟他来相比 逊死甚多 今天学校所讲的科学技术 佛经当中统统都有 都讲到了 不要以为现在有很多新东西 哦 那这个旧的都没有 全讲到了 三千年前都讲到了 现在科学走两个阶段 一个走无穷大 讲太空物理 华英经常有啊 一个往小的走 讲到量子 力学 华英经常也有啊 比他讲的还温戏啊 他那个还不够啊 差得远啊 你看看这个经里面 我们前面都过的 微城里面 有重重无尽的世界 这个比量子力学 那不知道 要威胁到多少倍 所以今天 今天尖端科技都没有离开华英 非常可惜 这些科学家 没有缘分 读到这个教科书 这些菩萨我们要认识 阿罗汉 佛 这些名称 我们都要搞清楚 搞明白 除这个之外 我们附带说一说 这是名相 那么现在 这个佛门一般 出家人 人称法司 称和尚 法司 这是中国 用汉语翻译过来的 翻成了中文 和尚呢 就没翻了 和尚是翻译 英语的 他的意思也要懂 不是说 剃了光头 就叫和尚 或者那和尚这么容易做 和尚在佛门里面 是最尊贵的称呼 他的意思 清教师 不是普通的老师 就像我们在学校读书 我们在学校读书 学校里的老师很多 很多个班级 许多老师 根本没有上过我们的课 等等上过我们课的老师 没几个人 大多数都没有上过我们课的 没有上过我们课的 那个老师 在佛门称法司 上过我们课的 直接教导我们的 这又有个名词 叫阿瑟里 在佛经上常常有 但是阿瑟里 一般人知道就不多了 阿瑟里是上 我上过他课的 这个老师 阿瑟里是印度化 翻成中国字叫 鬼犯死 他教导我 他是我的母犯 和尚呢 校长一个人称和尚 校长叫清教师 就是这个大学 这个学校 是他亲自主持 教育政策 扩程是他安排的 老师是他请的 带他执行教学的 所以校长称和尚啊 那么在研究所里面 也有个人可以称和尚 指导教授 指导教授 校长称和尚啊 和尚不是普通人能称的 所以对于一般人 称法司 这正确的 明实相符 称和尚 不正确 为什么呢 你没有跟他学过 他跟你没有这个关系 和尚关系是最密切的 等于说 你的修学是经过他设计的 他知道的 谁去执行呢 阿瑟里去执行 带他来教 佛法是学校 确确实实是学校 所以思念 实在讲 是大学 他的组织 在佛门叫 刚领之四 他分三个部分 跟现在学校完全相同 教务 训导 总 分这三个部分 在佛门里面的称呼呢 不一样 现在学校称教务主任 称这个教务长 在佛法里面称手座 手座 观教 所以手座也称和尚 观教学 我一弄 就相当于 殉陶 建议 相当于 总 名称不一样 他们的 这个 职责工作 完全相同 你仔细去观察 它是学校的 行政组织 一直到今天 都没有改变了 所以一个寺院 只有一个后生 不能有两个后生 一个学校 只有一个校长 不可以有两个校长 寺院的住持方丈 成后生 现在一般人 不懂啊 只要看到 剃了光头 都叫好上 烂了 乱了 这就是 没有人教 也没有人讲 念常识 都不懂 那么这个地方 是讲 这个世界体性 由 这个刹土啊 向菩萨 这个宝观 这宝观是什么意思 离不开教育啊 传授学位也 宝观 观是标法的 再重新 不但观标法 念这个服装 叫张福 看你戴的帽子 穿的衣服 代表你的身份 为什么这样做呢 避于行礼 这是自然的法则 尊备上下了 离 是维系 社会 直序 非常重要的 一个设施 离没有了 天下就乱了 菩萨 这个惯灵 也就像我们现在读书 毕业了 毕业之后 他也穿礼服啊 学斯 有学斯的帽子 有学斯的礼服 硕斯 波斯 过有过的礼服啊 这帽子 颜色 行事 也有不相同的 从这个地方 你就能看出来 这个话的意思 加上摩尼 摩尼是如意 这个如意 就喊的意思很深 如你 更性 如你的程度 如你的情度 你修学得到哪一个学位 他表这个意思 或有如作品 菩萨的这个座 大概都离不开莲花 莲莲座 莲代表什么呢 代表清净 代表不染 莲花了 除乌尼而不染 莲莲代表清净 乌尼代表 尽私烦恼 泥上面是水 水 水是代表清净 泥是代表染我 莲花开在水上面 代表染净 都不染 不但染 不染呢 净也不染 这叫真情净啊 还有净的这个念头的时候 就不净了 你的心就被那个净 污染了 远近 两边都离开 真净 那真的叫不染 用这个做代表 做 安做 他安做当年 安做在真正的 我们现在讲的是 纯净 纯净 纯善 用这个 做教学的目标 教学的 纲领 教学的 总原则 从画光明出 画是变化 光明 是放光 我们在佛视镜上看到 佛 这个顶放光 肉脊放光 身放光 那底下讲 眉筋放光 这个都是 从画光明出 这个意思 更深一层 你了解这个意思 这形式出什么 空有不二 《心经》里面所讲的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这句是标这个意思 这叫四十真相 了解这个四十真相 两边都不知足了 两边 都放下了 我们在《金刚经》上读到 在徐福迪说的 释迦牟尼佛问的 徐福迪 他正的徐福迪 他自己有没有说 他正的 我是徐福迪 徐福迪告诉我们 真正正的徐福迪 他没有这个念头 证明什么呢 他四相破了 他正放下了 如果他自己觉得 哎呀 我正的徐福迪 还国了 他有没有真的 他没有真的 他着想 他是反复 所以佛正的徐福了 他自己有没有觉得 我已经成了佛了 绝对没有 他要有这个念头 他已经被这个念头 染污了 他是凡夫 他不是圣人 坦经上讲啊 本来无一无啊 那你有个佛 有个菩萨 你还是一无啊 已经被污染了 所以明加明啊 念老子都讲得很清楚 明可明 非常明啊 道可道 非常道啊 那明菩萨教我们学习 你看这个大天启行论里面讲的 你怎样才能真正学到 佛所传给你的 这个修修书 他讲的三个原则 第一个 立 与言说相 你听 你可以听 不要执着他的言说 你要听他言说里面的意义 体会的意义 不要执着言说 第二个 立名字相 明辞设 说菩萨了 佛了 阿罗汉了 这明辞设设议 你要体会你的意思 你不要执着 明字相 明字 是言说方便 而建立的 你执着错了 第三个 意思更深 立心理想 心理想 你听 你去体会 你不能去求了解 你要去想想 哎呀他这个话什么意思 错了 怎么样了解 你都听 自然明了 不可以去想象 哎呀他什么意思 一想就落在意识 就错了 所以叫不可思议 那个思就是落在 这个这个这个 言说 名字 心愿 言说是 这个这个这个 意论是 言说 心愿是思维 不可思议 佛所传的东西 你真正得到了 释迦牟尼佛 说法 家舍尊宅在旁边 年华 微笑 释迦牟尼佛 让他做 传法的人 他真正得到了 那个考试 有问有答的 没有真正得到 得到是皮毛 真正得到精髓 是 确确实实 立 耶稣像 立 名字像 立 行愿像 真正得到 所以他这个 从化光明出 这句话 意思寒深 这句话意思寒深 发在 这部经上 这大经 在 大制度论 我们称大论 大经大论上 有说道 佛话无人说 虽知 莫能解 这话是真的 一天都不讲 什么人说呢 真正有修有学 过来人说 他懂得 这里头 字字字句句 好奇未无穷 不是没有修认的 如果完全照文字表面来讲 统统讲错了 不是佛的意思 是他自己的意思 那不是讲的 释迦摩尼佛的化眼睛 是他讲 他自己的化眼睛 那都告诉我们 佛话无人说 虽知莫能解 道理在此的 好 今天时间到了